欢迎收看表股极先锋 我是紫燕 我是钟祥老师 节目开始前先帮我订阅钟祥老师的个人频道 有任何问题都欢迎在底下留言 好回到今天台股 昨天经过昨天的大跌 今天台股回神了 反弹了188点 台积电涨了12块 但是有很多跌升的股票 今天其实也都回神了 老师要怎么看今天的盘势呢 首先我昨天晚上在这里 也没有告诉所有的同学 今天IP股是一定会涨 IP股说实在跌那么深 今天那个世薪涨100块 充充乐得充充乐 对不对 那今天的创意 我们也有同学今天在当充 不过价差不大 那没有量就没有价 今天爱普本来扣会员做当充 但是说实在 你就算买到尾盘充也是赚 不充也没关系 因为他今天几乎收最高 今天本来有一支股票 就3035的资源 一直很弱很弱很弱 尾盘再拉上来 其实资源比爱普做蛮多的 不过如果说要反弹一下 应该也合理 因为资源它的现增价是300亿 昨天外资也蛮很多 那今天来说的话 细利KY也上去了 昨天还有人问那个预创 预创我就说因为停卷 对 昨天杀的跟猪头一样 昨天是开高走低 很多同学认为他是跌停板 不是啦 他昨天开高走低 那今天大家就想 昨天开高走低 那今天开高一定又走低 赶快卖掉 卖掉以后就拉上去了 今天大涨了 很好玩 那因为股票在这里来说 我跟同学讲 像这个所谓散热的 因为在相对高 叫你不要去追 昨天骑红双红都跌停 今天反弹一下也还好啦 那位阶高 你如果要做的话冲冲热 神盾还是比安国弱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大盘的走势 今天大盘涨了188点 对 我跟同学报告 因为这一波有的股票杀下来 有很多同学用融资去买 对 面临断头 所以今天没有亮 你看一下6531的爱普 他今天虽然开高 开高之后吐吐吐吐吐吐吐下来 而且尾盘又收上去 今天只有1900多张 那因为爱普 如果你买在相对的高点 当然你在这里 就是券商就会跟你讲 哎呀林老师你融资要断头了 赶快卖一卖你不卖就要补钱了 那你不会你同学操作股票 也不需要这样子的 你看他这五日现在没过去 今天量也没出来 他要供给量在这里 我今天本来扣348一定买得到 我扣348可留可冲 但是买到以后 尾盘你要冲就冲嘛 不冲你就留着嘛 348收354你当冲也赚钱嘛 对 你留着也赚钱嘛 对不对 3661的市新 你看一下是不是涨100块 是 对不对 注意到了市新明天要攻击了 你看这里是大量 哎这里蛮好做的 这啪啪啪啪啪这样 他明天也是要挑战这个 这个所谓的月线了 他五日线已经站上了 那明天就是要攻击 因为他明天五日线扣扣这一根嘛 所以明天要攻击 那明天 市新能不能做冲冲了 我们今天有同学做冲冲了 2800左右买的 那2000左右出 也不错啦 老师2800买不到 最低就2800 那你让他一点就2805 2800 2800 老师2900卖不到 对 最高2800 那你就2800 2800 2800 出也可以啦 反正就在这个区间嘛 冲冲热就是这样做 3443的创意 今天最高点1140 哎今天有同学问我说 老师这一只冲要怎么冲 我说这一只啊 今天没有什么量 哎不过有一个同学啊 他还是冲了一下 他冲一张好玩 一张好玩的 一张好玩的 然后他说1120以下买 1130以上出 啊 不错啊 又有10块钱 其实都会成交了 都会成交了 好 那你看一下3035的资源 哎 是尾盘在被拉上来的 对 他本来这里还跌呢 你看资源 资源也破低 他离5日现在还蛮远的 嗯 对不对 你看资源是不是跌破这里了 对不对 爱普来说的话 跟这里是差不多啦 对不对 所以爱普要有量才会攻击啊 那基本上如果你买在400多块的 就抱着吧 啊 那听说下半年有机会成为千金俱乐部 我也不知道啦 反正人家讲我们听 但是他很按照技术面走 我跟你讲啊 他的季线扣底的位置是在这里最高点 嗯 很奇怪啊 他季线一路扣最高的时候 他股价一路跌跌到最低 现在季线扣下面这里是不是往上 嗯 哎 很奇怪啊 这个季线蛮准的 蛮准的 蛮准的 我跟你讲啊 这个最低点就是这里的最高点了 就刚刚好 JustMaker 你们玩过JustMaker没有 我没有 JustMaker在桥牌里面 叫做JustMaker 就是刚刚好的意思 哦 就是你你赢几吞几吞 譬如说你你叫叫几吞 你就是要赢几吞 那个叫JustMaker 啊 很很奇怪啊 很奇怪啊 啊 那我们看一下六四六四一五 那今天还蛮强的 嗯 哎 老师这里是不是打一个双脚 看起来像啊 所以要开始反弹了 开始反弹了啊 那我也跟你讲过嘛 四百块以下叫你不要买了 对 对不对 那五三五一的预创 你看 今天开高走高 哎 差一点涨点 没错 啊 但是还是很多同事朋友 是买在五十几块了 那因为我们的同学啊 大部分都买在五十块左右了 嗯 啊 那我们这里有出掉一趟 嗯 我们这里也有出掉一半 啊 所以我们在这一档股票根本不用怕 五十几块还好啦 我认为这个卢超群啊 卢超群其实跟许美兰一样 我认为五十几块不至于跌到哪里了 搞不好 动不动就涨停涨停 哎 这支股票贼贼的 贼贼的 这支股票贼贼的 啊 我这样讲 这支股票贼贼的 啊 对他有点信心 当然如果你买在五十七块 你会觉得比较闷嘛 但是如果你买在五一五二 安全的很 那甚至你买在四字头 那你就躺着睡觉吧 对不对 好 有没有股票的问题 好 那今天第一个问题是 台积电有人买在768 2330台积电 768OK啦 OK吗 OK啦 很快就过了吗 800块以上再出啦 哦 所以还是有还是有赚头 对还是有赚头 好 那我们下一个问题是 3234的光环 他说买在41块 能够继续放着持有吗 41块就高了一点 高了一点 对 你记不记得 我们我们跟你讲买在这里 对不对 后来 哎 我记得光环我有讲啊 40块以上就先出啊 我有讲很清楚啊 我说40块以上先出啊 对不对 他还会再来一次40块左右 他现在也刚好跌到前低了 差不多这个 前面那一根 这个就跳功涨停涨停这个缺口 嗯对 对不对 这个道理跟什么17 15 1587的吉貌一样 哇今天又涨停了 他昨天跌停了 他是不是刚好跌到这个这个涨停 涨停这边 嗯 对不对 他昨天跌停了 你没有什么好高兴的 那但是如果你买在28块 那你就随随便便 爱出不出随便你的 好再来 好下一个问题是 6274的台药 他说买在180有办法解套吗 哦今天好不容易哦 今天他要涨很多呢哦 啊 大家打回来刚刚好回到这 半年先 180会解套 会解套 哎 但是解套之后就自己卖一卖 那因为 他他也是最近跌很深 嗯 最近最近跌很深 你看啊 他从200块跌到150也算跌满多了 对 但是 基本面还不错 所以他又反弹回去了 好 再来 好下一个问题 3005的神机 他说买在138块 138块就比较累一点 哦 连续跌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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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了100块 100块附近直纹了啦 哎 那条白色的是 这一条 是年限吗 没有没有 这个是 半年限 半年限 应该是半年限在这里 所以现在就继续放着 继续放着啦 130左右 120到130再出来 120 130 120 130 其实最近有一些股票 跌 哎 这个这样跌下来 150几跌到100 嗯 这算跌满深的 对 那这个算跌满深 最近都没量 好 就像那个3706 神达 对不对 很多同学在这里 哦 神达看很多老师 哎呦 涨停涨停 屁啦 涨停 啪啪啪啪啪就下来 你看 哎 不过 神达回到42块 不用卖了 也不用卖了 42块 只是刚好就是起涨点 就起涨点 但是你如果买在56 5758 那你真的是 啊 这个 早晚山树香 拜一下 好 啊 这个啊 你买56 5758 要怎么解套 我也不知道 不过42块反弹一下 最少哎 神达公司出来讲个话嘛 谈到50块以上卖一卖好不好 好 可以 好 那下一个问题是 5483的中美金 他说买在200块 有没有办法解套 可以 可以 徐秀兰要对他有信心 哈哈 徐秀兰对他有信心 200块差不多啦 200块不算贵啦 啊 大概这几天会动 这几天就会了 这几天会动 等他出量 对等他出量 200块以上 他最高到240几 240几 其实100 100 180 195 我如果说 这个 哪一天心血来潮 我搞不好会带会员去嘛 哦 真的吗 中美金 差不多 中美金差不多差不多啦 反正就在这里混啦 这个也跌不下去了啦 中美金业绩还算不错啦 他总是要动一下的 总是要动一下 好 那下一个问题是 4968的利基 他买在181块 1968 181 汇到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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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180就赶快出 对180到200 180到200 这一波啊 其实利基前面涨很凶 对 但最近也修正回来 但是也不晓得怎么搞的 就在修正啊 外资在这里都一路买 那这里突然一路到 我也不晓得为什么 这一支股票 因为我们做过 我们后来没做了 后来我们都转向做IP股了 做IG设计了 所以这支股票很久就没做 还好没做 不然 不然这样子 东东东东 从248跌到150 150几 也算跌蛮深的 最近有一些股票很奇怪 不知道为什么跌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跌 就没有买气 就一路跌 你看 这里拉都拉假的 这里拉都拉假的 他们都先出场了吧 对啊 拉完以后突然 从这个所谓的3月4月 突然就一路跌一路跌一路跌 因为其实也不是说这么烂啊 以前老师有写这一支啊 但是最近没有写 因为你看900多张 我告诉你啦 你有没有看过爱卜成交量1000张的 很少吧 至少都有1000多 这成交量1000张哎 老师为什么会这样 老师后面会不会出量 我跟你保证一定会出量 最近为什么这样 因为前天融资断了几百张 昨天又断了几百张 那今天再断一断 断一断融资才会涨 最近呢 因为有很多同学 一用融资买股票 想说随便买随便赚 融资买 同学 如果你没有那么多钱 你就不要用融资买 像老师啊 没有那么多钱 老师绝对不会用融资买 我们现股还可以冲冲了 对不对 冲来冲去冲来冲去 对不对 所以同学没有没有那么多钱 就不要用融资买 因为融资买你自己的压力也大 老师带你 我也觉得说 哎呦老师融资这个怎么办 换成现股 有钱你就换成现股 如果说你资金不够 我教你 比如说你有十张融资 那你就五张换成现股 五张融资 就是不要全部换了 你会发觉 你换成现股以后 它比较会涨 为什么 因为符额 融资的符额 很奇怪 股票就是这样 当你用融资买的时候 它就不会涨 当你融资卖掉以后 它就会涨 老师以前当分析师当多久 我有一些客户就是这样 在下单 林先生融资帮我买五张 买了又不涨 买了又不涨 真的都不涨 不涨不跌 等它卖掉以后 突然隔天就涨连板 好奇怪 大家就在想 主力你是不是锁定我的股票 你就这样搞 其实不是 因为很简单 融资有时候是符额 主力他也会看 外资也会看 公司派也会看 所以操作大概就是这样 OK 好 那下一个问题是 6805的富士达 他说买在730 6805 昨天跌停 昨天跌停 他没有融资券 他不能融资券 他没有融资券 但是在盖线股当中 昨天跌停的股票今天开高 这个算不错 这样算不错 买在多少 他买在6 730 800块左右压力很大 800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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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块这边 压力很大 好不好 750到800之间 有赚钱自己保 好 因为他现行有一点破坏 好 那我们最后一个问题是 3105的吻帽 买在158块 3105的吻帽 我们上一次在这里有出掉一半 嗯 他又回到这里 差不多啦 吻帽是 PA里面 150几块 不会赔钱啦 但是你 如果到100 160左右 155到160要出 你再出啦 好 不需要去杀低啦 吻帽没有那么烂 没有那么烂 吻帽 PA的嘛 吻 来看一下2455的全新 你看全新 全新其实也跌蛮多了 全新好像一座三嘛 嗯 吻帽还比较稳一点 真的 吻帽是PA的大厂 嗯 所以没有到155到160 你就不需要出啦 他今年会不错 今年会不错 今年会不错 好 再来 老师我们今天问题差不多到这里了 那就这样啦 明天继续拼啦 同学 老师昨天讲嘛 对不对 嗯 那明天会长什么 股价的位置在哪里 开盘价多少 收盘价多少 盘中高低点的话 订阅按赞分享我告诉你 订阅按赞分享以外 还要不要忘记加入老师的 W1788 标股极先锋的Teragram 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结束 明天再见咯 拜拜 拜拜 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哈喽大家好 我现在原在善导寺 我们就来看看 善导寺附近的路人都在听什么歌吧 诶同学同学 你下耳机听什么歌啊 我在听这个 哦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我也很喜欢这个耶 太有sense了吧 拜拜拜拜